針對這個教材 你可以來看一下 因為在A裡面 常常會有同學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出現這個 有一條這樣的東西 在這裡 有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部分 你會發現 當你出現這個東西之後 你做的任何動作都看不到 什麼意思呢? 來我做一次給你看 各位 現在我拉動時間軸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我們的動畫 這個沒問題 那我現在點到它 點到這個 你看我把一個按鍵打開 你有沒有看到我按哪個按鍵 鍵盤上這個按鍵叫做什麼 在你們的最左邊 大寫對不對 對 那我現在把大寫打開 你看喔 當我拉動一下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出現了一個什麼問題 有沒有紅色一條 你拉動時間軸看看 有沒有感覺它都不理我的 有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注意到 你怎麼動 就是看不到 這個時候 重新開機有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跟它沒關係 好 因為呢 在AE裡面 在我們的AE裡面 你只要把大寫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做一件事情 停止預覽 它就不預覽 這個畫面給你看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的 視訊 剪輯 或做特效 老實講 很佔系統資源 包括記憶體 包括CPU 包括你的顯示卡 所以呢 以前 為了要節省這些資源 把它用來輸出 所以有些很熟的 這個 使用者 他就說 我可以 不用看你 預覽 我就知道 我要做什麼 所以呢 把這個關掉 那我輸出的時間 就會快很多 這樣了解嗎 所以在AE裡面 有這樣的設計 因此 如果你遇到 有一個紅色的 這樣的情形 百分之九十 通通都是這個問題 但是我強調一下 請你不要看到紅色 就說一定是這個 哈哈 要看它裡面的字 它裡面的字 事實上有寫 這樣了不了解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不好 千萬不要 只有覺得奇怪 為什麼 我的不對 這個 這個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 很容易遇到 很容易遇到的情形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大血 放開 這個時候 它就回復正常了 這樣就好了 好 這個 我稍微